今天我们要做的这个是啤酒罐烤鸡 那个要腌那个鸡的材料是 椰糖 这个是A胡椒 这个是Time 然后再加烟烟 全部搅在一起之后 我们就搅拌 搅拌了我们就 然后记得里面也是要撒进去 所以才会有味道 所以我们搅拌均匀之后呢 就给它在这边腌个 一两个小时这样 当我们在等这个鸡在腌的时候 我们可以开始 弄什么的火烫 这个鸡最好是 最少一到两个钟头 如果有时间的话呢 可以四到五个钟头就更好 所以现在我们就开始起锅 所以现在我们就开始起锅 我们用的这个 烤烤鸡 是比较特别的 下面 是有风扇 然后中间有 这个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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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现在呢 我们就当这个 火烫烧出来 就可以准备我们的 套子 这个鸡 OK 现在那个火已经热了 我们可以准备 我们的鸡 要怎样准备这个鸡呢 首先你要先拿出 一罐啤酒 做这道菜的好处理 你可以先喝半罐啤酒 这个啤酒不能太满 太满它滚的时候 就会全部露出来 所以你要喝到 从头半罐啤酒 而且我们准备这个 是要 等一下看 世界杯 那个十六强 阿根廷 对于法库 我这次哪个队 你们应该是知道的 所以我们一边喝酒 一边吃这个 啤酒万好鸡 一边看阿根廷 这样几百罐 所以现在先喝半罐啤酒 当你差不多喝到剩下半罐的时候呢 咱就会不脸 然后你就放 酒罐站着 然后 直接跑到鸡 就从它的 屁股这里 插那个酒罐进去 然后整只鸡插进去 然后 插进去之后 你的鸡翅膀可以 跟它好好去护免 好像 这样 在晒太阳一样 放在 BBQ上面 然后因为我们这个要烘 差不多 一个小时 15分钟到一个小时半之内 你需要拿一个东西 拿一个 锅来开 所以我们就用这个大大的鸡 OK 就这样子 我们计时 一个小时15分到 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半 这样 OK 现在我们已经煮了差不多一个小时 所以要打开看看熟了没有 因为我们这只鸡比较小 所以就 比较快 要看它熟不熟 我们就要拿一只这个 插 对吗 然后 就插进去它最厚的地方 然后有这个 支流出来是没有 红色的 那个血液的话 就是熟了 所以这应该是熟 所以我们要很小心的 拿这个起来放在这个盘 OK 我们就这样子 放在这边 给它冷却10分钟 后包才来处理 现在那个鸡比较冷了 所以我们可以 弄那个鸡了 都震不熟了 有没有 现在我们要切开鸡 的滑脖是脆的 裡面是嫩的 很多汁 果然好吃 等一下就可以看出可以吃了 可以了 很好吃耶 可以了